高雄海军左营基地竟然遭到了退役军官闯入 12号深夜11点多有名退役的陈姓少校 持着伪造的政界走进营区 还大喇喇的步行了大约半个小时 抵达了校准部门口又翻墙闯入 连闯三关都没有被发现 直到徐原路出来才遭到了门口的卫兵察觉 总共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根据了解这名少校之前在校准部进行训练工作 之后因为不当借贷曝光才赶紧退役 他对营区的地形相当熟悉 再加上校准部存放了大量的军事机密文件 也让人很担心机密是否遭到了泄漏 而对此传言国防部长邱国震震怒 将会惩处近百人 高雄左营海军基地是全台最大的海军军事要地 门口戒备也是相当森严 但如今近传出遭到退役的少少闯入 原来这名陈信退役军官12号深夜11点多 持着伪政走进营区 打啦啦步行约半小时都没有遭到拦阻 抵达校准部后 由于门口有人住手 因此他决定樊墙进去 接着又以原路出来 连闯三关都没被发现 近一个小时后重返大门 想要一样话葫芦离开 没想到门上卫兵察觉有意打电话求证 眼看东窗事发 退役军官随即逃逸 但包包却不慎遗留现场身份才遭到锁定 而根据侧面了解 这名陈信退役少校过往是校准部的训练军官 经常接触机密资料 但由于不当借贷被军方查获 便立即自行提出退役 免除不光荣名声 如今大费周章重返营区 闯入海军最高教育训练机关 动机可异 也让人担心军事机密已遭窃取泄露 对此军方声明告终指出 经过初步清查 退役军官可能行进路线 所有的办公处都已经上锁 也没有门窗回顺或是物品遗失 但还会继续调查 只是夸张疏漏 也传出国防部长邱国正 为此震怒大动作拔官 除了当天值日的指挥官 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甚至传言惩处名单近百人 目前相关细节 以及退役少校目的都有待厘清 至于违规闯入 居使重地也将会以 要塞堡垒地带发以及伪造文书 所以先提出公诉 以送法办 接下来 王秋全高雄草报道